最有资格抱怨可能是朱立伦吧 可是朱立伦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不要把个人的得思放太重 毕竟大家希望的是台湾更好 那为什么讨厌民进党 对国民党有一些期待 不要忘了最重要的就是台湾要更好 那怎么说最有资格抱怨是自己 是觉得委屈吗 任何的委屈都是个人的嘛 那我觉得应该要从党跟 从整个国家台湾最好的理由 那如果去抱怨自己的 是不是我来先发我是王牌投手 不如自己让自己更强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不断地努力让自己更强 不管是走遍台湾 或者是提出好的政策 即便大家现在关心的都是政治议题 但是我觉得提出好的政策还是很重要 王院长好像认为说 这个初选办法不是太公平 那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次国民党有一手好牌 总比民进党是一手烂牌好 我觉得我们大家能够秉持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最强的 而且我们要比好不比烂 我们大家相互支持 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中 要把党跟国家的利益放到最高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有什么怨 不会有什么不满 这个中常会或者是国民党中央 赶快把方法定出来 那定出来只要我们能够找出最强的 我们是比好不比烂 然后对民主是个好示范 这就是一个好的制度 市长最当初提出这个全民调就是您 就像兜了几个月又跑回来 会觉得说输了你的心愿吗 还是觉得那是不是在有点被耍的感觉 所以我就说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看 不管你今天从这个文艺爱情片演到武侠片 演到科幻片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忘了观众都在看 所以我们赶快把它演成一个家庭伦理大喜剧 不能演成惊悚片 那就糟糕了 那观众跑光了 那我们就就不行 我很佛吗 如果要比吵架王 的确我们现在都比不过蔡英文总统 只要比吵架王的话 最近的声量都大幅度的提升 我也在思考 是不是要跟他比吵架王 可是我想一想 再怎么比也比不过周星驰 那我们还是让周星驰当吵架王 不要让吵架王当台湾的总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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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